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那我們接下來要討論的其實是 在紀錄之餘呢 還有另外一個關乎於社群 關乎於組織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資源分配 資源從哪裡來 資源來了以後怎麼分配給 資源裡面的貢獻者或者是行動者 那在這邊我今天想要討論的問題是 平方資助喔 平方資助好棒棒 但是呢問題出在哪裡 好 那這一切先從基金市場開始吧 2019年有一本中文 一本書中文版上市叫基金市場喔 接下來也要改版喔 這個協力者其實也都是今天的講者喔 那在基金市場裡面呢 他們提出了一個重新分配的概念 叫做平方投票法 後來也有人把這個東西 變成了平方募資法 或是平方資助法 概念是什麼呢 大家可以想像成 如果今天我們這一個社群 手上有一億元的預算喔 我們要把它分配給 十個或二十個主要的專案 大家覺得怎麼樣的分配系統 是最好的呢 是一人一票嗎 還是一人一百票呢 還是我們委託代表 讓代表集體民主喔 直接這個代議制呢 其實這是一個自古以來很重要的問題 那於是有人就提出了平方投票法 如果一人一百票 大家不是就可以投好多專案嗎 那是不是我們就可以針對我們認為 一個專案重要的部分 給他更多的票 結果就會有人問說 那我不是就可以灌票給我自己的專案嗎 我一個人投一百票就好了嗎 於是有人用了平方法 讓他懲罰 也就是說 如果我灌了一百票給某一個專案 他要開根號 只剩下十票的威力而已 那這樣子的做法呢 其實就是鼓勵大家把票分散給你認為重要的組織 當然你也可以投給自己 當然也有一些規定是不行的喔 但是在這樣子開根號的狀態下 它會成為一個相對均勻分配的狀態 但也不是完全的平均喔 那這樣子的概念 剛剛講的都是一些很抽象的理論喔 實際上有沒有人做呢 其實有 這個全球最大規模平方資助法的實作 就是Gitcoin 我把它定義成一個新型態的國際非政府組織喔 為什麼呢 我們從最開始來講喔 區塊鏈的世界大概到現在才15年而已喔 但是全世界的這個 區塊鏈世界的總價值正在飛升 因為很多法定貨幣 美金啊 這個蘆布啊 歐元啊 其實開始進入了整個區塊鏈的世界喔 那因此呢 這個很多先行者喔 獲得先行者優勢 他們手上滿滿的這個錢啊 滿滿的代幣 而且呢 這些錢可以換成法定貨幣 可是這些先行者 他們或許具有web1這種分散式的情懷喔 或許也是他們太年輕 具有一些公共財的一些念想 所以他們捐了一大筆錢進來 多大筆呢 Gitcoin在這幾年間總共媒合了 台幣快要20億元以上的公共資金喔 去資助數位公共財 注意喔 這個專案並不是任何政府資助的專案 而是純粹一個 甚至是非法人團體喔 一個到分散式知識組織所設計的專案喔 所以這個Gitcoin呢 就變成了真的在用平方資助法去做實驗的組織 但是這個實驗本身已經是非常巨大的了 他們怎麼做呢 其實他們就是叫做Gitcoin Grant 他們Gitcoin Grant是這樣子的 比如說這次是這個 第20輪的Gitcoin Grant 那裡面大概放了這個台幣1000多萬 還是2000多萬 那他怎麼去分配這個中間的公共資金池呢 他其實是由資助者喔 贊助者來分配 比如說假設我今天這個Gitcoin Summit 2024 我們把它變成一個專案 放到這個Gitcoin的平台上面 說我們要來這個募款 因為大家要告急喔 那大家就可以來捐錢 那捐錢捐錢 我可以捐1000塊 我可以捐1萬塊 我可以捐10萬塊等等的 那他會開根號喔 我捐了1萬塊 他其實等於在效率上就是出獄 開根號變成100點 我捐了1塊錢他就是1點 我捐了100塊他就是10點 那他們會根據這些點數 開根號過後的點數 來分配中央統籌款喔 或是公共資金 所以最重要的事情是 他這樣子的做法 讓世界各地的這個 web3贊助者 紛紛的出現去支持自己喜歡的專案 甚至喔 有人開始在hack整個行為 我們稱之為 中文叫做女巫攻擊 英文叫C-ball attack 那什麼是C-ball attack呢 大家發現我捐錢要開根號以後 我就弄了100個帳號 每個帳號捐1塊錢 那後來這個Gitcoin呢 就發現了這個問題 所以他們又設計了一個叫 Gitcoin Passport的工具 去防止這種來盜錢的hacker喔 他們叫做防止機器人 或者是防止串謀攻擊 對所以在這個二十輪下來啊 大概是從三四年前到現在 他變成了一個穩定的捐款的模式 而且這個平台不只是Gitcoin 自己捐錢喔 還有非常非常多的 國際性的非政府組織紛紛把錢丟進來 比如說像聯合國相關的組織 其實也有跟他們合作喔 好 那問題來了喔 這樣子全球的這個公共資金的分配模式 在在地有什麼用呢 在在地可以做哪些嘗試呢 所以我們在 在我們是指FAPDAO 福爾摩沙藝術銀行 福爾摩沙藝術銀行 福爾摩沙藝銀行 我們在去年底做了一個實驗 叫做Grant is Great 這個補助站 原因是因為他們推出了一個工具叫做 這個Grant Stack 那補助站是什麼呢 首先我們在Gitcoin上面 也發了一個台灣在地的募款的行動 請大家來捐錢 我們要來做一些非營利web3的實驗 那在這個實驗裡面我們總共募到了大概美金1600多塊吧 就是台幣5萬塊 台幣5萬塊說多不多說少很少 所以它能夠做什麼其實是有限的 可是我們把這筆錢原原本本的拿來做一個實驗 就是我們做一個以台灣為範圍的分配的平方支柱法 那在這段過程裡面其實吸引到9到10個非營利組織來提案 來試試看說 我怎麼樣子用web3這樣子的工具來幫助自己的組織 可能獲得更多人的關注或者是獲得一些資源 那當然在這幾個月的時間 其實國外也有人在台灣推出類似的這個在地的實驗 好以上都是一些分享 但是接下來要進入深水區了 我們發現劃定邊界很重要 原因是因為在這樣子全球公共資金禁足的過程裡面 自由捐款人其實很少 其實這有點像是這個台灣也有總統被黑客松 總統被黑客松也是用平方投票法的方式來決定 誰可以拿到這個第一名嗎 那其實大家會發現說 哇這麼多的團隊裡面我到底要選誰 我幾乎不太可能幾百個專案 一百多個專案每一件每一件的好好看 我通常自從認識的開始 而且平方投票進入到平方支柱的過程中 最重要的概念是我今天不只是投票 我還要捐錢用錢錢來證明自己的這個行動 這件事情其實會痛啊 我捐一萬塊跟我捐一百塊是完全不一樣的此度 當然還有人捐一百萬等等的 所以我們發現呢 我們在做Local Round的時候 劃定邊界非常的重要 這個聲量大的這個組織 其實往往會拿到最多的錢 雖然他拿到不會拿到什麼九成九啊 九成五的資源 但是他還是會拿到絕大多數的錢 大家可以看到右上角 這是Kevin Awaki 一個Gitcoin創辦人之一 他做了一個量化分析 你可以看到說 左邊其實是三個巨型的組織 把錢丟進來 藉由中間的這個Matching 也就是平方支柱去Matching的行為 分配到了這麼多幾百個小組織裡面 但是你會發現有一些水龍頭的水特別大 這些就是這個社群動員非常好的組織 比如說目前比較好的就是日本有一些組織 是一個我不能說是邪教 可是緊密度非常高 而且真的有做出很多服務的組織 他們就拿到最多的錢 所以呢社交網絡會決定一個Round的分配情形 而且實際上的分配結果取決於社交網絡 跟主辦團隊之間的關係 為什麼呢 我們自己在做FabDoll的時候 因為我們本來的目標就是在Web Street的世界 去做非營利的行動 我們發現比較跟我們認識 比較掌握科技工具 比較掌握動員的這種手段的人 往往可以拿到最多的錢 這並不是因為他們故意的 而是事實就是這樣子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察 那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 這種Round最好不是一次性的行為 因為一次性的行為 並不能有效的去確定 這個組織到底是講得比較好聽呢 還是實際上做得出來 這跟Pitch是完全不一樣的狀態 他們如果能夠 我們如果能夠一直不斷的 持續的把公共資金放進來 進行分配的話 其實持續捐款的人就會發現 他以前捐的組織到底 能不能做出他期望中的事情 這個對整個分配的情形是非常重要的 那Kevin Wacky也在右下角這張圖中 去這個闡明這一點 好因此呢 後來我們就發起了這個綠沙發行動 為什麼叫綠沙發 Green Sofa原因是因為 目前國際上也有一個全球型的倡議網絡 叫做綠藥丸 Green Pill Green Pill其實是一個駭客任務梗 就是Red Pill 紅藥丸跟藍藥丸你要哪個藥丸 都不要我要綠藥丸 綠藥丸 他們其實是跟再生 這個氣候倡議比較有關的行動 可是最重要的是 他們使用了非常多新興科技的工具 那我們的做法很簡單 聽起來很像盜賊吧 就是我們的目標 就是從全球的區塊鏈公共網絡 拿到資源拿到錢 再把這些錢進行在地分配 我們在研究在地分配的過程中 是否真的能夠達到有效分配的結果 因此這些分配的過程都會進行詳細的訪談 而且我們也把類似的概念把它放回 整個Green Pill的全球網絡 因為一開始Green Pill有非常多 所謂的我會稱之為全球主義者 也就是大家都自取成為全球公民 世界公民 但是對於每一個地方在地纖細的脈絡 並沒有很大的理解 所以把錢丟進去以後 錢往往就噗通一聲 掉進了Broker手中 Broker厲害的地方就是他們拿到資源 但是不會在這個地方落地生根 好 所以呢 下一個觀察就是 雖然都是平方支柱法 但是全球分配與在地分配的結果 會很不一樣 如果是全球的話呢 它其實是各地的社群 為一個單位來進行集團式的捐款 藉由集團式的捐款來拿到資源 那這些集團式的做法 並不是限定於單一的主題 不管是區塊鏈經營 這個社群媒體的經營 還是各式各樣的主題都一樣 但是呢 在地社群不一定是地緣的 不一定是日本社群 台灣社群 很有可能是支持某一種精神 作為一種虛擬社群的存在 對 包含新時代的開源軟體的營運 對 那如果是在地的話呢 其實我們發現 如果你一開始做這個補助的分配的過程 是以在地為框架 其實是比較容易做出符合在地脈絡的分配制度的 相關的討論 可以在這個已經開源的 Local Region Guide發現 看到一些討論 我自己也有在裡面丟一些文章 成為共同作者之一 好 所以結論很簡單 自古以來非營利組織怎麼樣去經營募款 怎麼樣透過有效的募款渠道來獲得資源 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畢竟一直做好事 不代表你能夠拿到錢 那Web Street出現了以後呢 你會發現說 有很多早期的這些貢獻者 有非常大的錢 非常多的資源 而且他們的這些資源到今天都還很大 即使他們捐了幾千萬美金幾億美金出去 他們的錢還是很多 那這些人跟過去的寡占市場是不一樣的 他並不會把錢拿給股東 而是目前是把錢放到數位公共財 公共資金池的世界 所以到了2024年的現在 其實類似的紅利的效應 還是有機會可以分配給實際上在做事的人的 那這樣子的紅利呢 你可以發現不管是Gitcoin這樣的平台 還是有很多類似的組織 其實每一次的Round 都還是有幾千萬台幣的大小在運作著 好 那在這種狀態下 我們要如何獲得這樣的資源 其實人造的動員還是很重要的 因為沒有所謂自然的動員 沒有我過來發現你好棒 我捐錢給你 這種事情在網路的世界實在是太難發生了 所以人造的動員還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們會發現很多非營利組織的實際營運者 還是非常的不習慣出來要錢 因為要錢聽起來是不符合他們的某種習慣的 可是社群一起出來喊其實是很有效的 尤其是我們在這幾輪 在Gitcoin上面的實作 發現人造的動員 尤其是我們會跟日本的朋友 德國的朋友 韓國的朋友說 你不是也有丟專案上來嗎 那你可以看看我們的 如果你喜歡 歡迎大家一起捐款支持 這樣的捐款不只會讓你的捐款 一塊成為一塊 甚至有放大的效果 這就是平方支柱法的一個特色 最後最後就是平方支柱法的實際效益 並不是說我直接放了一個工具出來說 我就是要做台灣最大的平方支柱的工具 就有效的 最重要的還是制度設計 誰來捐款 哪些團隊來提案 中間的設計怎麼去做操作 還是非常重要的 這也是剛剛妞妞跟我們 到我的討論 到接下來為人的討論 一直以來都在討論的核心命題 就是所謂的制度設計 institutional design 所以剛剛 今天的分享叫做 平方支柱好棒棒 但是問題到底在哪裡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歡迎持續關注這個Green Sofa的內容 我們持續會把一些研究的發現 放到這個網路上 那現在也都是用HackMD去做 好 所以今天的分享先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